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阳光明媚的星期五 今天外面的天是灰蒙蒙的 因为有一点点那个山火 所以说像雾霾一样 好像有什么PM值也非常高 现在是六点 我准备取外卖回家了 然后刚刚在大温饭团 点了物业的奶茶 然后自提回家了 因为我总觉得奶茶这种东西 如果要是送的话 这个配送费我总觉得有点不值 大家也知道鸡牛座嘛 所以说我刚刚就顺带自提了 然后还买了一个 炒季全阳馆里面的红糖烧饼 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吃 我现在准备顺路回家 自提山里屯的外带 我今天都是因为顺路回家自取嘛 自取呢就不用在家等那么久 最重要的是还能省一点小费和配送费 这次呢 奶茶和山里屯也都是通过 大温饭团点的单 现在有些店呢 就像乌业这种店 通过大温饭团点单 自取也可以享受七五折的优惠 像是我今天订的山里屯呢 就是我平时我和男朋友 非常爱吃的一家东北菜 他们也有自提九折的优惠 最近这段时间呢 是饭团外卖的六周年店庆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在搞活动 比如说还像之前一样的 七公里以内免运费 奶茶买一送一活动 还有什么王榨五折的套餐 刚刚这两家店还是挺近的 说两句话的功夫 就到了山里屯 我打算外卖取船 回家就可以吃饭咯 最近BC省的疫情又是好严重 今天好像有130多例 大家还是好好在家吃饭吧 所以说抓紧这次机会 确实还算蛮实惠的 然后这次我还是有 自己的专属折扣买 我还是会把折扣买 写在屏幕上方和下面的信息栏 我的折扣优惠 还是满20块钱减3块钱 折扣还是可以叠加 如果是新用户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折扣买 就是BBK10 还能力减10刀 最近自提起五折优惠的店家 也是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去他们家app关注一下 然后也可以使用我的折扣买 折上折 然后呢我现在就去取山里屯了 我已经到了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这是我们今天点的晚餐 这个就是好鸡全王馆点的红糖烧饼 就是饼其实有点硬硬的 但是还挺好吃的 面味很重 剩下都是山里屯的 这个是酸菜水饺 非常好吃 很有我们那边的味儿 然后甘炸小黄鱼 韭菜盒子超大一个 酱骨 第三鲜 和我点的一个小青菜 这边我点了两个乌叶的 喝的给他点了一个黑糖珍奶 然后我呢是一个柠檬茶 最近的下饭剧是新版的倚天屠龙记 因为我之前没看过 所以说还挺新鲜的 看了这么长时间 我只觉得一句话 就是张无忌简直太扎了 大扎男 刚才收到两个小箱 给大家开一下 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小样的小袋子 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就是这次的极旧保湿面霜 然后还有一个大葡萄水 和一个极旧精华 这个就是我这次买的大套装 这个套装的价值是115块钱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套装 才90块钱 然后这次又拿到了五折 这里面是一个超强补水的一个急救组合 我想说等着过一段时间 可能秋冬换季了 会非常干 然后正好也缺这种最基本的补水的产品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套 下一个包裹呢 是来自Bobby Brown的 Bobby Brown的折扣是无门槛七五折 然后好像满额满多少块钱 还能挣四个小样 我觉得这四个小样真的非常好 然后我正好最早录空瓶季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推荐植村秀的卸妆油嘛 然后有人给我评论说 让我试一下Bobby Brown的这款 说据说是非常好用 它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颜值还是很高的 纯透明的油 然后上面还有锁 我就定把这个带回国 下一个东西是一个神香高光 这个颜色我也是没有的 但是非常的火 好像当时有很多明星都有用 就是妮妮同款 这个颜色是Ping Glow 这个是我第一个Bobby Brown的高光 有一点偏香槟的颜色 这个颜色有一点像Dior的那款 但是会更多亮片 小亮片的那种 看看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我也打算给它带回国 剩下呢就是赠的四个小样 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值 我给大家分别看一下 这四个小样是你分别可以选 在每一栏中可以选择一个 比如说卸妆的 你可以选择卸妆油或者眼唇蟹 因为我想说我都买一个大的卸妆油了 然后我也没有用过他们家的水油分离眼唇蟹 我就要了一个这个小样 然后第二个东西是口红 这个口红当时好像也是四选一 我选的是这个颜色 这颜色是Ruby 超级可爱的一个小包装 是这个颜色 相机可能有一点偏粉 然后它是那种很gloss那种的口红质地 还挺好看的 就是豆沙枣红比较深的那种 然后下一个是他们家的一个 Fresh Cream 一个面霜 也是我没有用过他们家任何有关护肤的产品 也可以尝试一下 正好回国隔离的时候可以用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眼影笔 这个size也是真的很好 因为你买正装的一整支 可能你多少年都用不完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一个非常火的颜色 我有上网查是Golden Pink 这个可以打亮眼头或者是眼中 甚至是你可以用它少一点点画一下卧残 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可能太明显 小小只还是很精致的 而且这四样东西都是可以用得上的 我非常满意 又是打了七五折的优惠 又免费赠了这四个小样 最近好多官网都有很多优惠 比如说兰扣啊 雅士兰黛这些 如果是大家有所缺的话 可以去这几个各大网站上看一看 对了还有一样东西 最近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 然后朋友送了一盒LadyM的月饼 我觉得这个颜值超级高 所以想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它是可以开灯的 它是像一个灯笼一样 然后前面是这种 很有层次的一个长额奔月的画 这有个小纽 你给它开 虽然是一个死亡的小蓝灯 底下是黄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月饼盒 也是非常适合送礼的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有六块月饼 它每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昨天吃了一个巧克力的 然后今天这个我看是奶黄的应该是 尝一下我手好脏 昨天那个巧克力就是很一般 现在这奶黄就很像半岛什么的 我觉得还不错 应该是六个有不同的口味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包装简直太精致了 剩下了等中秋节再吃 就是这样 然后我要继续看仪天屠龙记了 哈喽 哎呀妈 我这有点反光 哈喽 我现在是星期六的上午十二点四十 我约了一点半去做热马机 所以说今天带大家一起来记录一下 我头发现在具有 我早上起来一点都没弄 然后洗了把脸就出来了 因为想说一会儿可能会给我头发 估上去 我戴了帽子 戴了眼镜 就是为了一会儿遮遮丑 但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做过 不知道怎么样 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 据说是会很痛 然后这次还是在网坡Laser做 这个完全不是广告 这个是我去年赶在双十一的时候 在他们家买的 热马机好像是不到两千块钱 好像是一千五百多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所以说呢 就趁这次Vlog给大家记录一下 热马机的全过程 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搜 好像加拿大这边没有热马机第五代 这边现在都是第四代 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去感受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天气 因为最近美国山火 不是现在往这边蔓延 空气就特别不好 天气就是灰蒙蒙的 对了 还有一点没说 昨天他打电话提醒我 今天做热马机的时候 还有说不让我自己开车 因为可能一会儿要打麻药 还是止痛药那种东西 可能会导致人晕晕乎乎的 就不能开车 所以说我又劳烦我的小司机 今天来接送我 我听我朋友说 护士可能还要 就是做完的时候 要陪你下来找你 就是一定要确认你 不要自己开车 然后找司机来签个字 才可以走 嗨 我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在等电梯 先穿了一个黑色T恤 然后一个浅色牛仔裤 我们穿小白鞋 拎了一个 一直没买到 现在买到的小包包 这个LV牛仔的Rework小包 但还是很可爱的 所以我会做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会做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会做到一个角色 and 45 degrees and then 90 degree ink all of each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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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may just have to wait about 5 minutes because she's just actually attaching her to the cold sculpting so I'll have to go and I'll have to grab her for that medication okay? Hello behind your hair and relax there so I'm gonna go find out where she is and then I'll be back okay? 我现在已经跟她来了另一个房间 然后在这已经做好了 刚那个房间她给我照了几个不同角度的 就是属于做之前的照片 现在带我来另一个房间在这等着要吃止痛药 然后她说本来是止痛药片给我吃 但我听朋友说好像扎肌肉针的那个效果会更好 然后我刚刚有问她 她说那个剂量会更强 所以说副作用比如说晕晕乎乎可能更晕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痛吧 然后我就选择了肌肉针 她现在已经去准备了 然后我在这静静的躺着等她 然后刚刚她又进来让我添了一个表 这个表就是说一会我要用药 然后不能自己开车回家 要确保一会是不是有人来接我 她刚刚又进来跟我说今天只有一个护士上班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打那个肌肉针 就只能是吃药 但是她跟我说她保证就是吃完药之后 也不会感觉很有就是很痛的那种 然后那我也没办法也不能再等那个护士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吃药 所以你 dump这个 Hold This All into Your Hand 所以那些两个手指你会摆住 然后这些手指你摆住 然后这个手指你摆住 然后这些手指你摆住 然后这些手指你摆住 然后这个手指你摆住 然后这个手指你摆住 所以你不摆住 但是那些手指你摆住 现在过了差不多十多分钟了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心里感觉还是真的是药效 我现在已经感觉有一点晕乎乎的想睡觉的感觉了 说不定一会儿如果真不疼的话 可能我会睡着 现在我们在右肩 这是什么 这是跟机器联系的一个道别 我吃完那个药感觉有点凶闷是正常的吗 正常的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用那个A唇 不计前后是不能用的吧 因为用A唇的话你的皮肤会变得比较敏感 然后尽量就不要用 你做完以后多几天过一个星期吧 再用吧 我们用酒精和脸擦一下 消息中 这些味道有点大 还挺酷的不像小时候那种纹身的 一沾那个水就掉了 对 酒精 对 酒精 再调一下 就这样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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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OK吗 感觉热热的还冷冷的 冰的那种感觉 是有里面有制冷的 然后它这个冷就会去帮助你 帮你的表皮降温 表皮就不会受到伤害 你疼吗 我只有就是骨头那疼 对 骨头的话没有脂肪吗 然后呢就离那些 神经比较近 真的只有骨头疼 像这样得打几遍 这要打最少要打200发 现在才40 所以差不多五遍到六遍左右 这样不要躲哦 能认得了吗 认不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度数降低一点 我现在是多少 3.5 3.5是算正常的吗 算正常就偏高的 偏高点行 效果好吧 对 诶 这个 这个度数一共有多少 最高的8还是10 但是大线从来没用 也用过 像度数最高的 像我用到最高的做身体 就是做肚子 做腿内侧这些的 然后最高才用到7 6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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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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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做完了 感觉脸真的是有瞬间上调的感觉 然后皮肤也很棒 刚说的话确实是有几个地方是非常疼 所以说给我疼哭了 就是默默的掉了几滴眼泪 就是下额线的这边还有唇边 还有这儿 真的很疼 就像激光的那种感觉 但是总体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会以后常年坚持的 然后现在让那个小姐姐帮我约一下唇毛 她说热马结合唇毛可以一起做的 然后反正我那个很快就差最后一次了 小时候在回国之前都给它搞定 刚才附在脸上的就是这个纸质 这是酒精 然后刚才配合探头的那个胶 你觉得做完你能看到一点改变 我刚刚说看到了有点提 我觉得挺好的 三个月以后你就会慢慢看到最那个 就是最佳的效果 签个字 这是你的那个print name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哈喽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我现在状态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差 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个胃 真的好恶心 然后头也是晕晕的 我想说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晚餐吧 也是我超级喜欢吃的一家餐厅 我不知道这个刚实际之前有没有推荐过 反正是一家我非常喜欢吃的菜 尤其要点的是他们家的那个砂锅鸡 这个一半 还有这个叫松花蛋雷茄子 这个卖相不太好 但是具好吃 特别下饭 这两个菜平时我就会点这两个菜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胶岩掌中宝也很不错 还有一个毛血旺 想吃点辣的刺激一下 谢谢每一位您一年来为我们这个状态 说上这个能力了 哈喽 给大家更新一下现在的一个状况 是我 我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 身体就是还是很不舒服 我觉得是因为我对这个药太敏感了 因为我刚有跟我一个地方做完热马集的朋友视频 他说他基本上到家就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我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身体状况还是怎么样 刚才一直感觉很恶心 刚才我跟你们刚开机的时候 我就有点忍不住了 然后刚吐了一下 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晚上我订了更食剂嘛 那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家餐厅 我是那种不会错过每一顿饭的人 所以说我刚才就吃了一口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然后就一直继续的躺在沙发上 就整个看起来就像没做任何东西一样 但是皮肤状态真的变好了 就感觉很嫩很滑 然后我有感觉的是我的这个线条会更明显了 就像他刚开始说的那种极客效果是有的 一周左右就很快就会消失掉这个极客的效果 然后到两三个月的时候效果才是最好的 Morning大家 现在是星期日的早上 是中午11点多吧 然后刚起床洗完澡护完肤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脸 我今天状态就是一起床就非常好 但是就感觉巨饿 因为把昨天早饭都给吐出来了 我做完热马集 昨天一天冒出来了两个痘痘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热马集有关 就一下子 而且这个痘痘是那种火痘 碰一下特别疼的 看不见有白头 但是非常红肿 这儿有一个 然后我记得 这儿还有一个 这个就小小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本身就是我皮肤内隐藏的 这次一打然后顺势就爆出来了 今天除了这两颗痘痘 皮肤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现在终于出门了 然后准备去Richmond Center灌火街 给我弟弟买双鞋 然后我刚才感受了一下 做完热马集上妆 感觉那个粉底液特别的贴合 然后皮肤也是超级不错 这样看有没有感觉脸也有一点点小 它挺可爱的 我是小黑彪 你是小灰彪 因为我弟还是小朋友 所以说他可以现在买小孩子或者是女生的鞋 还比较便宜 现在好多都在打折 但这些都不是很好看的 我现在又要来拆箱了 今天终于不用做标题党了 今天真的给大家来拆一个包包 给大家看看这次拿了什么颜色 都配了些什么东西 一起来拆包咯 真的就每次拿到这种非常有分量的盒子 就很开心 给它打开 还是一个很有仪式感 但是有很简陋的白纸 这是我的resim 大家觉得怎么样好看吗 一个Z6孔雀绿色的 Togo皮配迎扣的30 Barking 我觉得还是挺美的 最开始Sales跟我说有一个绿色的 我当时还在想是U4还是Z6 U4呢会更明亮 可能不太好配衣服 想说颜色如果是再暗一点就好了 最好就是Z6结果真的是它 感觉相机多少会有一点点吃色 实物会比相机呈现出来的更好看 有一点偏冷色调 偏蓝一点的绿色 拿上身就感觉很气质 重点是它配的是一个银扣 先说我这两年其实不管是什么包 它的扣子我都更偏向于颜色 如果是这个颜色配金色或玫瑰金的扣子 感觉会稍带点贵气很奢华 但是配银扣呢就不一样了 整体是偏冷色调的 扣子呢就没有很抢劲 整体感觉很年轻 非常适合我 我是1米68的身高 我感觉拿30的Burkin刚刚好 30呢就代表它的尺寸 总宽度为30厘米 同样呢也能经常看到35 甚至是2025的 在现在这个小包盛行的年代 如果让我拿到20和25 我会乐开花的 但不得不说30 这个size呢 在我这个身高和我的体型来看 不会感觉很大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皮质 它这个是Togo皮 这个皮呢属于爱马仕比较普及 最常见的皮质 它是小公牛的头颈部位 上面看到会有很明显的颗粒状的纹路 皮质呢会略微软一点 而且会越用越软 经常会有塌腰的现象 主要呢还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 就像30的Burkin 甚至35的 我觉得都是软塌塌的 很随意的感觉比较好看 所以说这样我就会选择Togo 那如果是像Kelly这个包型 或者是小一点size的包 我觉得可能是稍微硬挺一点 比如说Epson皮这种会好看一些 这个呢主要就根据自己的审美 所以说这一款呢 Togo皮又是这个孔雀绿配银扣 我觉得还算是很符合我的审美的 趁这次Burkin开箱呢 我也给大家安利一个好物 其实也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 就是一个称包神器 Is this one 一个羊毛毡材质的Burkin称包内胆 其实爱马仕这种包呢 内外都是这样的皮 所以说如果不小心华会会很心疼 像爱马仕本身这个品牌呢 就是有卖自己家的内胆的 但是价格不便宜 而且也没有这个称包的效果那么好 这个内胆呢不仅能很好的保护包包的内侧 还能称包 最重要的是它也可以给包包里面进行一个收纳 大家看它有不同的规格 我选的这个就是有几个小袋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拉链 然后刚才也有说嘛 Togo皮特别容易塌腰 就像我现在这个包包的样子 那如果想让它重回硬品呢 其实你没有办法在它的皮上做文章 所以说你就只能用一个包称 这个包称呢 是可以自己选择size和颜色的 我觉得包包里 尤其是这种大包里面买一个这种内胆 还是挺有必要的 就算不是爱马仕 它也有出其他品牌的包包内胆 那至于这次配货都配了些什么呢 对其实不应该叫配货 这应该叫累计消费 我这次所有配的东西 基本上都在任何一个Vlog 或开箱视频中跟大家展示了 之前都有跟大家录过 就有一条腰带 有一个Apple Watch 然后有一条浴巾 两双鞋子 一双H拖 然后这次呢 在拿包之前 我又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跟大家再简单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两个抱枕 然后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就是他们家最经典的 因为正好这次要搬家嘛 正好在新的家里面 就摆上两个这个抱枕 然后选的是黑色的 就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现在还没订 我新家的家具要什么色系的 所以说我觉得黑色是最百搭的吧 然后另外呢 这边还有一个毯子 然后毯子呢 就是我男朋友比较爱橙色 因为毯子和抱枕呢 平时也不会经常放在一起 毯子会放在柜子里 然后抱枕会摆在外面 我觉得这两个 就算颜色不一致也是OK 但是我觉得两个搭在一起 也不会难看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买了四条他们家的项链 这个项链是fashion jewelry 就是这样子的 就H项链 其实这个是我准备送的礼物 但具体是什么礼物呢 我这个还是一个小秘密 分别买了四个颜色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第一个颜色呢 就是白金的 我觉得这白金的 就是最好搭配的 我也是根据他们四个人 不同的风格选的 然后第二条的颜色是白银 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 我觉得白银配上去 就是很年轻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条是黑银 这两个袋子 我怎么发现有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有这个 然后这个就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黑银 黑银就是更酷一点 然后最后一个 还是一个白银 这四个我也是根据 他们的风格 然后不同喜好选的四个项链 所以说这次累积消费的金额 就差不多一比一多一点 我觉得还算是很满意的 因为其实温哥华的爱马仕 是比较高冷的 所有的皮具都不算配合 所以说不管是你买什么钱包啊 卡包 裤罩夹 甚至一些比较就是冷门的包包 它都不会算进配货里的 这一点是不是欧洲和美国的小伙伴 听起来就开心多了 这个开箱呢 就放在这个Vlog里面的最后了 所以说现在就是要录ending了 这期Vlog就到这里 如果是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点赞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 记得点一下订阅 然后把那个小铃铛开一开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了 我是YouTube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周五见 拜拜 拜拜